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眼泪姿势 它说A点给你的坐标 B点给你的坐标 不理说在X轴上面找点 那么三角形ABP的面积最小 那三角形 诶 这个是周长的面积 周长最小 它的周长最小 那这个三角形的周长的话 这一段已经固定了 所以其实你就是要找的 就是说这两个这两段相加最小就好 也就是说在一个周长上面找一点P 然后使得AP加BP会最小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把A点跟B点随便一点 把它找它的对于这条直线的对称点 那对称点怎么找 刚才都有讲 就是按照那个方法去找 那比较简单的像一个周长 这种就很简单 可以直接马上可以得到它的对称点 那你把对称点先找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这个连起来 连起来最后啊 我们要证明说P连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刚好三角形最小的时候 它周长会最小 所以为什么呢 好 那现在就讲解给你听 注意听 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它的对称点的话 我们说这条线就是它的中垂线 那中垂线的话 上面任何一点P 不管你P在哪里 P点到两个顶点 到A跟AB 这两段一定会相等 所以为什么这两段会相等呢 好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都是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共用边 然后这是中垂线 所以这两个相等 这边相等 这个共用边 然后直角又相等 SAS全等 SAS全等 SAS全等就是 不管你P在哪里 这两个三角形永远会全等 永远会全等 意思就是这两边永远会相等 好 这两边永远会相等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题目 刚才说要求三角形 这个APP桌场最小 可是这一段已经固定了 所以其实就是要求 AP加上BP最小 可是AP 我们刚才说一定会等于A'P 所以其实就是要求 A'P加BP最小 好 同学可以去看黑板 注意看 这里是A'P 这里是BP 这两段 A'P加BP 这两段 这个P点也可以动 在一个手上面动来动去 请问什么时候会特效 当这两段 变磁线的时候 变磁线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看一下 变磁线这两段相加 就等于A'P加B 变成一段 那这一段 跟你其他不是变成磁线的 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两边盒一定会大到第三边 所以你的A'P加BP 这两边如果不是在这里 一定会大到这里 一定会大到这里 所以最小时就是在这个点的地方 这样了解吗 所以很简单 把其中一个点 这个点是14 这个点是45 比如说我们把A'P做它的对称点 那我们知道对称点很简单 就是它的X会一样 Y会变好 Y会变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 你的 这个找到了 你的P点就是在这里会有最小值 那P点在这里最小值 请问 这个A'P加B'P 最小值的时候 它就会等于A'P 因为这是一个 变成一个直线 直线这两段向下就变成这一段 那这里已经有了 这个已经有了 坐标两个坐标有了 那就可以直接求出这一段了 那你根本P点也不一定要求出来 那当然如果他要找一点P点的坐标 如果你是要求 刚才讲的是周长 最小的周长 那你根本不需要求P点 可是这个题目要求P点坐标 那当然要求 那所以你有了这一点 有了这一点 是不是有两点 是不是可以找到这条直线方程式 这条直线方程式 把这条直线方程式找出来 再跟X轴交点 就是P点 好 那我们的方法讲完 我们要开始 第一个就是 做A对 X轴的对称点 Aプラ 好 那Aプラ 我们知道说 它就是 因为这一四嘛 所以它X为一样 Y变好一负四 那这个找到了 接下来 我们就 以持P点为直线Aプラm B 与X轴交点 这个交点的时候会最小 好 那这个Aプラm B直线方程式把它找出来 那你有两个点 我们说两个点 你要找直线方程式 可以先有两个点 先找出它的斜率 那有斜率 再加一点点斜式 好 那就是Y减掉Y0 Y减掉Y0是多少 我们找 这个好了 4跟5 那就是Y减5 就会等于你的斜率乘上 X减掉4 好 然后你的斜率呢 这两点的斜率呢 就可以用 两个X相减 分之两个Y相减 4-1 X4-1 那Y呢 是5-4 5-4 5-4 好 这个3分之9 所以这就是3 所以你可以得到 这个方程式呢 其实就是 这个 Y减5 就会等于3X 乘进去30 12-12 好 也可以把这个5移过来 减5也可以移过来 好 把减5移过来就是加5 那就是 剩下减7 好 那你当你在X轴上面的点 表示它的Y等0 好 跟X轴交点就是 0的Y等于0 Y等于0的时候 所以就是0 0就等于3X-7 所以X这个时候呢 是等于3分之7 所以这个 P点的位置就在于 X是3分之7 Y是0的地方 先看看有目的